5个礼拜涨幅65% 这就是飙车吧 对现在其实特斯拉从我们上一次 第一次跟大家在公开前面发表的时候 它那个时候的股价其实是在这个位置 那天刚好大跌8个百分点 就是罗巴特斯的一个预测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未来还是会持续性的一个成长 当然有些人说特斯拉这一段的反应 是在反映它的一个选情的一个选边站 然后成为最佳的一个护国公 但是现阶段我觉得就是在反映 它一个未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业情况 胜选应该就在11月5号6号的时间 其实已经反映完了 这一段就是在反映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上次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 其实特斯拉的第三季财报 其实是优于市场甚至华尔街的一个预期的 那现在特斯拉已经在创历史新高了 过去怎么样已经不是很重要 关键是它还能不能续墙 在2025年还能不能续墙 才是大家接下来关注的重点 我觉得特斯拉在2025年还是会持续的续墙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有四个理由 特斯拉在2025年会续墙 第一个就是作为全球电动车的一个龙头品牌 它的一个明年的一个出货量 预估还是会成长26个百分点 市场的电动车厂商现在越来越多 他们明年的一个平均成长的速度 大概是在落在15%左右 但是所以特斯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年增的速度 其实是大幅优于其他竞争品牌的 好 而且再来2024年 特斯拉的一个销售的年增量 其实是减的 所以其实2025年才是它的一个 正向成长的一个开始 那主要成长动能就有分成三块 第一块就是在评价车款的一个Model Y 其实最近已经有一些影片已经有释出了 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它最近的一个改版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Cybertruck的一个产能来到提升 那最近它也有在我们的信义区这边去做展出 好 第三就是 再来就是降息循环带来的一个消费的力道的回温 之前在高利息的时候 大家不敢去借钱 怕那个借款利率太高 那消费那个消费就会缩减 那这一次的一个降息开始 那就是会带动消费力的一个回温 然后再来就是在储能部门 其实这块比较少人知道 特斯拉的一个储能部门 不是它的一个营收的第二大的一个占比来源 不管是家用的一个Powerwall 或者是一个商用的MegaPack 这个在现在缺电的时代 尤其在AI这个缺电的时代 这个部分的营收 都还是持续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成长 再来就是2024年的一个新的展机 就是在那个CyberCab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无人驾驶的机轮车 搭配了这个FSD的一个全自动驾驶 根据调研机构的一个调查 这个Robertsy的一个整体 从2024年到2034年 还是会维持每年60%的一个 复合性的一个成长 然后再来最大的重点就是 特斯拉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部分 目前已经在做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测试了 那一切都优化好之后 在2025年就会投入到 他的一个特斯拉的一个营运工厂 所以综合上述这四点 我觉得特斯拉在2025年 都还是会持续性的一个走强 那如果说特斯拉在2025年 持续性走强的话 那台股的一些特斯拉的一个相关的供应链 就会直接性的一个受惠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档是那个 刚刚子东也有讲到过 就是现阶段大盘再去做震荡 所以营收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基点 所以今天帮大家选的三档股票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档3019的一个哑光 11月的一个营收的年增是来到23.9% 然后第二档那个盘移的话 他的一个营收的年增成长还是蛮多的 来到38.3% 第三档3715的一个电影投控 那整体的一个营收也有来到13.7% 好我们再看完营收的年增 代表他们的一个基本面都有靠山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个股的一个表现 那亚光的话 它本来就是特斯拉的一个镜头的一个供应链 然后目前也有机会接到特斯拉机器人的一个镜头的一个订单 然后再来第三个 它还有机局去切入高阶手机的一个镜头的一个升级 那今天的一个走势其实也蛮强的 今天大盘虽然它是做一个开高 来放大一点 它今天虽然是做一个开高走低的一个动作 好像留的上影线 但是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几乎所有股票的一个常态 那在这个五日线多头架构还没被破坏之前 我觉得后续都还有上涨的一个动力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比较特别需要关注的话 就是在那个3594的一个盘移 盘移现阶段 那个特斯拉在推自动驾驶的这个技术 就是所谓的FSD 那出货厂商 那个盘移是已经有相关的出货的一个记录 已经有时机了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现在你要去出货给美国的各大车厂 或者是一些各大的科技厂 你要先听过验证 验证完的第二阶段才会谈出货 而你才能取得份额 相关等等的一些一系列的一个验证 那已经有出货时机的盘移 我觉得在这一块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利基点 好然后再来它旗下的一个盘序智能 然后主要是切入 接下来也是重点发展的两个大项目 第一个就是LLM 就是大型语言模型的一个部分 现在深层式AI 这一块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高速鸡血视觉的一个部分 而且它的一个大股东 就是今天非常强势的联发科集团 所以在这个接下来 它又有联发科的一个集团做账的一个优势 然后再加上它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就是晶片大厂的安模 好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个大股东 就是化汉 化汉持股16% 然后也跟鸿海集团一样 具有两大集团的一个作帐优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技术现行 今天大盘其实很多股票都是震荡 它反而是逆势走强的 而且今天是刚刚突破区间整理的第一天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盘式中 还能去做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表态 我觉得后续都会非常有机会 再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好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FSD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这个大家可以实际上看一下 这就是未来的一些应用 好第三档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3715的一个电影投控 电影投控啊 它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一个 黄石泰国厂跟黄石二厂的新产 都逐步性的一个开出来 主要就是在伺服器跟AI伺服器 还有switch跟汽车版的一个部分 这个也算是非常纯的一个特斯拉的一个供应链 而且它的一个位 它有一个好处 它的位阶相对比较低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技术线形 它现在整体的位阶 还在这边下面去做区间震荡 那所以今天盘式再怎么震 去震一些涨高的股票 但是这种相对低位阶的股票 其实反而它没有什么震荡的机会 它四天前来放大一点点 它四天前其实在这边是有出一个量能的 所以在这个大量的极短线 大家股价就是在这个大量的高低点 这边去做区间震荡 等它后续补量 我觉得就有机会去挑战上面的一些 其他技术线形的一个反压 OK那这一波段以来 其实你对于整个特斯拉的一个相关概念 花了很多时间研究 那刚刚把整个呢 特斯拉本身的整个整体的一个获利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切割的一个说明 那这些特斯拉概念股 你到底怎么看呢 好首先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 来看一下第一档 今天涨幅4.6个百分点的一个信邦 信邦的话 它目前的它11月营收表现的也非常好 最近其实利多新闻也蛮多的 然后我们而且它跟刚刚我们看了 375的地营投控一样 它也是低位阶 所以现在大盘在去做震荡 营收当作靠山 在低位阶去做一个选股 我觉得都会有机会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好那再回到镜面当中 我们也跟大家把这个画面更大 甚至呢连这个ETF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在股价上面呢 也都你看排序也都还在蛮前面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档好了 刚刚子东有讲过这个东亚 提威锡 对我们来看一下提威锡 OK我们进广告之前 看一眼提威锡的一个总视图 提供给你做个参考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